这个人有多么阴堵 恭喜我 好堵 我他妈的 最后你妈比你跟我离开这么多年以后 你跟我这么多年最后你讲 他说他心里爱的是谢谢 看到这个新闻了吗 你讲的出口吗 我完全不知道 我就说我将来在我的节目 我是不愿意提这些事情 我只想一样的东西 我将来我会提出来 我给大家看 我在网上看 他说我跪在地上拿了个条子写戒毒 这张照片说明了什么 如果不懂的人看你看 遗毒把你戒毒 这要什么样的感情 什么样的温馨 才会做这个动作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那是一个一个家很贴心的人 很贴心的人 所以你叫我做这个动作我错了 那个情感是什么地步 但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照片 家里面内部的一个照片 可以在40年以后拿出来攻击 这个人有多么阴堵 攻击我 好赌 我从来不跟人家借钱 我也不欠人家一毛钱 请问你 我读我自己的有什么问题吗 我再重复一遍 我从来不借人家钱 我也不欠人家钱 表示我有分寸 像这样一个照片 完全是家庭的温暖 那种感情到那个地步了 好你去 你说对不起我 你给我跪下拍 好拍 不让你睡觉 我就拍了 拍了以后40年以后拿出来上报纸 什么攻击我 说我是赌徒 我问这个人是什么心 蛇蟹心 他有多么阴堵 会把那个照片存在那里 哎 就是跟你这40年当中 没有一天心 心里面相对的 这个太可怕了 40年也是他说的嘛 你以前到我家里看 我是几年前是没有离的时候 你来看 你来过 他说40年就离了 离了什么的 你40年以后 还提这个事情干什么呢 那个40年哪来的 40年那个文件 你在法律文件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会洗屁那年 注成了吗 你听懂吗 就是哎 每样东西都是预谋的 哎 这太可怕了 都是预谋的 你有联系吗 你之前都在联系吗 我跟你失联多久了 人不是天天失联吗 他怎么跟他跟谁失联了 他跟哪个朋友失联 他怎么我都不认识 他一会儿住香港 一会儿住台湾 两三个月 太正常了 怎么叫失联了 失联他妈自己发的 我也失联了 我天天失联了 等一会儿跟你分开 我就失联了 这个媒体太容易玩弄了 被他这个玩弄 又上媒体 怎么这么喜欢出风头呢 我看了一个消息 我不是很舒服 他说 大家跟他借钱 现在开口已经是千万了 他讲的千万是港币 不是台币 没有人会跟你张口借钱的 你是个人搞青年三 不想弄什么东西 要合作什么东西 是这样子惹来的 他才会躲 如果说你跟我借钱 我就说我没有 结束了 你需要躲吗 请问你 人家跟你借钱 你需要躲到摩斯科区吗 官司一直在那里 北京 就是 就是 龙虎山 一小块 一直在那里 那个是公司 那是公 公 公对公的 他已经换了三个律师了 找了最大的最强的 来一个换一个 来一个换一个 为什么呢 他没有道理 他弄不下去 律师都跑了 你听懂吗 都跑了 他稍微有点法律常识了 这个事情已经没有了 就是因为不懂 能讲出失联这两个字 也真实 这是我们父子 他妈没见面 失联了还可以讲一讲 朋友几个月没见面 就失联了 这 不会 不会 我嫌这个人 脏 太脏了 最后你妈比你跟我离开 这么多年以后 你跟我这么多年 最后你讲 他说他心里爱子是谢谢 看了个新闻了吗 你讲得出口吗 你講得出你是個人講出口這種話嗎 其實真的都不能講 你跟人在一起四十年 你欺騙別人 你心裡想的別人 你媽那個逼你是個什麼人哪 這個不是犯一般的錯誤 他是個很無知的人 這個心怎麼會這樣子 我很訝異 他想的話我說 我有受傷嗎 我沒有 我更解脫了 他這樣講我都講 本來就不該要你的 聽懂了嗎 我想我的決定沒有錯 這是不對的 這太違反人性 已經到了 到了 你能接受嗎 你老婆跟你四十年後告訴你 他心裡是愛的別人 跟你是應付的 你能接受嗎 可以原諒他所有的行為 不能原諒他的心 不過根據記者對珍珍的了解 他重視朋友也經常關心晚輩 而且過去每天發掌揹圖 所以自去年8月21日起 珍珍停止與外界聯繫極為不尋常 甚至連包妹銀俠也找不到人 直到跨年夜 珍珍與微信朋友圈發文 他PO出滿桌佳搖並祝福大家 同一天呢 珍珍兒子張力恆也用微信向記者拜年 說明太忙才沒回微信 問到珍珍近況張力恆回覆一切都好 這也是珍珍母子相隔132天後 第一次對外發聲 記者詢問珍珍對於劉家昌 失聯式炒作的看法 再傳微信指點珍珍母子都沒有回應